最近呢薛姆大哥确实有些火 他是既招黑又招人喜欢 但他有一点 替我家所有动物都抢 他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网友大哥给我们送来了一个马鞍子 这几年呢 有很多朋友给我送过东西 但我都全部拒绝了 唯独是这个 我确实是没办法拒绝 就好像是给小薛姆定做的 拿回来之后 我的父亲呢 居然给薛姆带上看一看 但怎么也带不上 小薛姆呢却特别的老实 他胆小 他一害怕就撞去不动了 马鞍子这么一绑在小薛姆的身上 这就像是给他定做的 这个尺寸和大小 包括你上身之后的比例 这是完全都符合 不得不佩服我这个网友大哥的判断 到时就跟我说 绝对能按上 绑上之后续帽来劲了 对这个马鞍子还是挺好奇的 其实这事呢都不用着急 等夏天的时候 让他俩一起出去托人赚钱 哎呦还跑还挺快的 这你要是有寒子 直接就甩下来了 不是 没事 完了 这是你说这 他以老远花跟着他 跳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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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沿着干那么多点没走开 咱到人手机这么下来回来了 啊没事没事这还能哈一场 到时候给哈哈也行 再哈一哈不着 来来听话啊 没事没事 没事啊 这一些操作呢 完全就应了那句话 对宣奉仁慈 就是对自己残忍 稍微绑紧一下 马凳子就不能坏 你看你看追冒了开始 过来来 想别走他 他就急眼了 追过去的宣伯大哥 会派着凉巴掌 往回走的时候呢 摇头花脑 应该是给打得不轻 去啊去啊去 去冒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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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完帽宣伯大哥一个变相 直接跑到了雪糕的面前 向他需要了一下自己的心状态 在小一份这么一大顿的折腾之下 马凳子呢 连杯子都没有变 这里就像是给宣伯定座的似的 真是非常的感谢 吉林的网友大哥 你回去就喝醉 一点也不少 总之